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难以言表的厌恶 当我们的内心被阴谋淤堵的没有缝隙 如何心定一平 高高在我们心中就是无比美妙的过去 而今只剩虚无与绝望 我们需要将这种美妙从过去延续到将来 而高高的二哥就是打破这种虚无与绝望之壁垒的美好承袭者 所以无论出于综合数字考虑 还是感情层面的连结 高高生前的代言都应该转给他的二哥高宇乔 高高离世后 他的爱犬帝欧始终为我们所牵挂 直到有一天 我们得知他在二哥处寄养 兄弟俩的感情极其深知 当年二哥拍摄N时代时 高高仗义出手 将千万跑车借给他用于拍戏 每次高高远行 二哥就成了迪欧的临时保姆 那是多么美好的回忆 此时和彼时仿佛一步便踏过 美好终究是一次仓促的邂逅 高高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儿时就非常爱模仿二哥 因为觉得他特别有心 他是自己的时尚领路人 高宇乔和弟弟一样 也是个低调的人 在彩虹的重力剧组和影时 哥俩也站得远远了 二哥怕是不想留下炒作和趁热度的口实 N时代的导演江宁 也对高宇乔颇为胜赞 高宇乔非常敬业 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怨言 很讲信用 其中一场戏是在导演家里拍的 卧室里的床是主场景 拍完后 高宇乔觉得过意不去 还特意买了四件套送给导演 仪表 Dora 莫他自救 据悉 字母杀星们已经开始了 炫美大牌的表演 借此预知和品牌方的关系 他们戴上了某品牌的指示帽子 激进作妖知能史 但高高头上的王冠 一架到了圣满恶念的头颅之上 还会是王冠吗? 对于高宇乔来说 弟弟的离去 给了他成家不暇的腾动 可能需要加配的自控力才能突破伤痕 但是这个世界也有多少美好曾被烈焰狂奋 就有多少坚定以灰烬的姿态永生 这其中包括二哥对于高高的离伤 也包括我们对王冠的光线能够漫上与乔治之间的坚持 还包括我们自己 哪怕狂风巨浪 也无畏异为杜江的精神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